中国还在沉睡的时候 美国副总统彭斯 发表了一篇讲话 在哪呢 在哈德逊研究所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美国智库 去年我们甚至听说了 预定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 演讲被取消了 所以这个智库呢 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关心时政的 一年来 印象是很深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 彭斯的演讲 紧紧的抓住了中美两国观众的眼球 他提出了一些 中国政府 最近几十年来 不断地玩弄权柄 试图破坏 这个世界的规则 他提到了操纵货币 关税 提到了盗窃知识产权 当然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 保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 甚至提到了西藏问题 其实他说这个 僧人 用点燃自己的方式 这句话呢 不是针对中国观众说的 是针对美国观众 他在唤醒人们对越战的记忆 越战的发端 就是越南的僧侣 在烙事点燃自己 这篇演讲里面 有很多次高潮 其中涉及到 很久远的 两个词汇 一个叫国际秩序 一个叫地缘政治 彭斯反省了 在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 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政府一直以为 中国也将不可避免 但事实上 美国花了25年的时间 让中国的经济 突飞猛进 成为影响到全球的 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政府在利用 各式各样的方式 不仅改变了中国 还试图改变全世界 在提到上周南海 舰船交锋的时候 彭斯强调了一个口号 我们不会退缩 最终他这篇演讲 是要求中国政府 在重新回到 公平 互惠 尊重主权之前 美国不会松懈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演讲 它其实是一个 宣战的号角 五个月前我在说 没有什么贸易战 贸易战的本质是制裁 那么紧接着 我又出了一系列的视频 其中包括放弃幻想 制裁已经开始了 我说了一些实话 没什么人愿意听 现在已经到了 不需要我们来说的时候 中共呢 从习近平决定 应对贸易战 很模糊的 派出了一些 谈判小组 试图用言辞 来打动美国政客 这个局势已经不可立了 一年来 关心时政的人 都在意想着 中共内部 能不能利用权斗 导致这个政权的坍塌 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 更为紧迫的压力 就是来自于 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 他们实实在在的 改变着中国 再寄望于 中共内部的斗争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明天就是推翻了 习近平 有用吗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他们要求改变的 是中国面对外部世界的 这个态势 换一个领导人 换一次常委 是不解决问题的 中共从前年与 韩国出现萨德问题开始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 非常奇妙的故事 两国政府 甚至民间 发生冲突了 但是进口 尤其是在电子设备 在这些行业中的进口 不减反征 现有的数据呢 它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鲜明的特征 在哪呢 中共是有自己的应对的 他们从来没有试图 在国际社会中 改变自己的形象 他们更倾向于 关闭国门 重新回归到 闭关锁国的状态 这个世界 或者说中国人民 包括 执政团队自己 都清楚地知道 习近平作为一个领导人 是不合适的 许多人给他起了外号 习胖也好 威力熊也好 大撒币也好 或者直接喊他 习撒的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中共内部 不得不团结起来 面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这么一个阶段 今年这个芯片事件开始以后 中国政府 曾经试图的 大数据 对全民监控的天网 最多还能在没有外部来源的情况下 维持一年半 美国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中共内部的应对 应该会在各个层级内 充分地利用 中央的政策 攫取更多的资源 已有利于地方的自首 我们见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 地方经常性地出现一些变软 以后 这将成为一种常态 中央政府的威权 差不多看看也就是一年半左右的事情 无论中共内部怎么调整 中央垄断性的权力 将在两年内不复存在 未来的中国 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极权模式 将会产生很大的区别 手里有兵 手里有粮 你才能不断地供养 整个官僚体系 维持这个政权 不是一个常委会 而是庞大的公务员体系 对外经济 将逐渐萎缩 随着国企的做大做强 尤其是浑改的开始 我们将会看到 中国在重回计划经济的道路 民间企业现在有一些问题 好一点都被混改了 半死不活的呢 今年12月31号 民间企业向银行借贷的资金 面临着归还的问题 1月1号以后 是不是继续再放贷给你 那就两说了 元旦假期到春节 这段时间 会有很多中小企业消亡 外向型企业 随着外资的逐渐撤离 随着对外贸迹的萎缩 会出现很多失业的工人 那么民营企业 得不到新的贷款 也会开始清盘 那么这些失业的工人 未来会怎么样 谁都看不清 中央只有可能会要求 地方自我消化 那么中央能给你什么呢 放量的这个人民币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资源只会越来越少 粮食问题 也即将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把这次彭斯的讲话 理解为一个大时代的开始 中共不要说试图去影响全球 做那种人类往何处去的这种梦了 能不能进行内循环 有效的让它运转 都是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 我相信历史也会记住这一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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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